上星期有资深的股评加以港股已死,为提发展观点,并表示可能要转为评论美股才有出路。 美股三个指数屡创新高,越升越有,吸引不少股民转投美股怀抱,同时也吸纳了一批年轻的新进股民,但港股者大半年来务气沉沉。 成家萎缩,连股黄都反弹佛力,更黄论三,四线的世价股,港股失去过往的活力和多样性,也难怪股评加有此概叹,港股是否已死当然言之过早,因为恒指的格局一直是在区间上落,只不过目前处于相对的低点。 这和美股不断破顶的感觉不同,也因此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,但港股股民老年化却是不争之事实。 90后的投资者,炒美股,加密货币,先有尖手港股,而一些网上的讨论区,更不时见废老财炒港股的偏激说法。 美股红红火火,在内地,专门服务创新型中企业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日前也已启示,港股可为福倍受的,我们的财金官员们真要想想办法去搞活港股。 否则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保,长远而言,重新检视指数的构成是必须的从小处看。 调低印花税,刺激股民意欲也值得考虑。 国家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保,长远而言,重新检视指数的构成是必须的维线。